像大爺是那樣閃閃 如果有這項微笑 就我現在是連人都沒有 人都沒有 那電話有換嗎 我跟你講我就是那種 換個男朋友換第二個人 反正我就是同仁我就問 我也不管他們要不要來 然後後來就他們去喬 然後就當有時間可以 所有的藝人朋友幾乎都很認真 我覺得來這次我覺得很感人 是每一個藝人都是有最好的準備 誰是最意外本來覺得他不會來 後來他來了 雯琳姐吧 雯琳姐跟鄭雯姐 因為其實我後來發現他們沒有 雯琳姐30年都沒有出過外景 這是他的第一個外景界 他就給你了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很抱歉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有一些害怕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行程有一些就是 不小心讓他破了玉女的行程 然後他也有分享他的感情 然後後來現在帶小孩跟女兒相處什麼的 因為那集我自己聽了好多故事 我覺得很受用 所以這個節目比起來他沒有很危險吧 很危險 因為他是實境秀節目 比起你拍戲那個安全度 還是會有一些刺激的東西 因為我們後來還是有發現 觀眾還是喜歡看一些 我們玩一些比較自知的 像這一集就有去滑水啊 我要嚇死之類 那你會不會擔心 因為近日有一些攝影師 拍戲的安全 對啊 你會不會擔心 擔心 我是不擔心我自己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身邊都還蠻保護 而且我也是很保護我自己對不對 對啊 就是有什麼狀況 我是一定會說一定會講 你之前有遇到拍戲真的很危險 然後後來沒有拍到的 就是真的沒拍 我沒有拍過 我自己是沒有拍過的 我只有遇到那種天使 我天使怎麼勾 就是我有遇到對象 然後給我外交的 你會覺得像大衣是那樣的嗎 如果有遇到危險 就是我現在是連人都沒有 人都沒有 要電話有換嗎 哈哈 我跟你講 我就是那種 換了男朋友換掉了 哦 秒換 秒換 我就是要你找不到我 高中大學的時候 所以是不好的分手休息才會想換電話 對 就我不知道 你覺得換電話 像剪頭髮一樣換心情的概念啊 哦 換電話換手機換心情的概念啊 所以我本人就還是真的 遇上了我蠻浮潛的 哦外貌 對你就要外貌 你這樣高很高對不對 180 我喜歡高的 嗯 我喜歡年紀比他小一點的 然後我們同年可以 哦 對啊 那你喜歡姐弟 也沒有 就喜歡可能幼稚一點的男生 比較好玩 但月老那一集是跟誰去啊 對啊 大圓 然後他不拜 他就是帶我去拜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求個簽 然後好啊 然後我就求這樣子 然後月老說給我錢 然後我說那拿 然後是不是這支錢 然後我就一拿 月老說不要太挑 不要太挑 他叫你不要太挑喔 然後我就直接在月老 我廟前就說 我是絕對不會聽月老的話的 哈哈哈 不妥協就是 我是不妥協 月老幫你突破盲場欸 但是這麼久也不是 對對對 那可是月條件太多了是不是 對啊 太挑